Hello 大家好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究极难难度的三打速通啊 这个三打速通跟双打速通的区别在于多了一个龙马啊 嘿嘿嘿嘿 说了等于没说是吧 这个龙马的话他其实就是一直啊身上没有道具可以要三个通目装 帮忙清一清兵 打boss的话也能帮上点忙 但是帮上的忙不多 还是龙女跟老沙打的快啊 最主要的是最后必须得是我马哥打掉boss 因为结算分值的时候啊 马哥在三号位这样的话节省时间啊 你看啊 别管老沙跟龙女你们怎么打最后得给马哥打啊 马哥直接一个镜子拿下 这里来到了红海啊 第二关的关底老沙自己打比较快 因为优势属性关卡 凭凭A一下的话打14点伤害啊 存能量啊 究竟那难度的话能量掉落速度比较快 尤其是靠后的关卡就更快了啊 前面还好一点 然后A A A接波动啊 凭A跟波动伤害都高 看我马哥的啊 看我马哥的 A A A 走你 最后一下必须得是我马哥啊 这里来到了路哥啊 火扇子解冻出场画面 然后反手一个塔 这个塔啊 没砸着 但是其实是有伤害的啊 画面上显示是没有砸到 但实际上是打出来了伤害啊 无影刀 无影刀之后老沙再起波动啊 队友扔的道具啊 你是可以随便接波动的 中间不用穿插物理伤害 然后老沙再给波动 龙女无影刀清兵 龙女再起波动 完事之后给个钉 然后老沙再起波动 看能量 跑满看能量 三个人能量都满 完事之后 龙马直接起波动 老沙跟龙女合体 迷魂咒啊 迷魂咒是有一个跳板功能的 这样的话就会落下龙马 还是跳不过去 龙马的波动呢 他也有一个跳板的功能啊 同时释放就可以 嗯 不用跑场景 直接来到阳哥这里 然后解冻出场画面 给一个双倍伤害的葫芦 这个一个葫芦打出来了两个葫芦的伤害 龙女帮忙卷出来 老沙起波动 然后龙女接波动 龙马看兵 老沙再起波动 龙女再接 老沙存能量 老沙64一个波动能带走吗 无影刀 哎 无影刀凑一下伤害啊 然后再让老沙起波动 这样的话就直接拿下 这边来到了虎哥啊 冰扇子解冻出场画面 龙女伤害比较高 镜子打双倍伤害 因为这一关的属性的话是龙女的优势属性关卡 所以说她的镜子伤害比较高啊 能打46 那一个镜子打出去是92点伤害 然后老沙龙女互相接波动 这流血也停不下来呀 龙马帮看兵 其实龙马这个角色 他看兵的话确实是他的强项啊 龙马看兵比较好看吧 88 然后老沙起一个波动 看马哥的52了啊 伤害来到了52 马哥直接一个大剑带走 哎 你们忙活半天 最后得给马哥拿人头 这里来到了海胆啊 直接一个雪沙往外卷 然后龙女波动帮忙落位啊 往右推 老沙再起一个波动 然后龙女再接 然后老沙存能量 这时候龙女就不能再接了啊 90点伤害 老沙一个波动50 龙女再接一个带不走 完事之后老沙连打脸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少少抓一个波动的时间啊 这里来到了金鱼精啊 金鱼精这里应该是火运刀开 火运刀开了之后谁先起波动 龙马先起 龙马的波动是32 然后老沙的波动是34 龙女的波动是20多 龙女会给两波动 而且他们会把这个接波动的次序最后是让马哥接最后一个波动啊 龙女给一个波动往里落位 嗯 龙女还能再接一个 不再接一个就不能再接了啊 龙女只能给两个波动 嗯 如果再多给的话就浪费时间了 因为他的波动伤害低 再多给的话就要多抓 多抓一个循环啊 老沙起波动 然后马哥起波动啊 这样的话伤害是刚刚好的啊 最后剩32点伤害啊 龙马的波动刚好打32点血 嗯 直接给金鱼精带走啊 然后老沙再接 龙马再接 然后老沙再接一个啊 34 剩32 龙马存能量啊 一个波动32 刚刚好啊 金鱼精这里没有办法啊 扔道具打他伤害比较低 这边来到了蜘蛛女 先给一个雪沙 老沙起波动 然后龙女存满能量 给波动往里推啊 蜘蛛女的话啊 所有人的波动抓他伤害都高啊 但是为什么是龙女抓啊 因为老沙肯定是伤害又高 时间又短对吧 嗯 龙女的话 他是波动比龙马波动时间短 而且好像单次伤害也比龙马高 最后还剩八点血 我马哥又来了 这边来到了蜘蛛王啊 打蜘蛛王的话就是用塔砸一下 然后给钩子 这个钩子的话可以勾到很多很多点 三点 四点 五点 哎呀 砸倒了 双打以及双打以上啊 就会出现这两个小兵啊 这两个小兵打完之后还会继续出啊 他是一直出不完的 他跟单打不一样 单打清完兵之后就不会出了 这边蜘蛛王上来 上来之后 没有没有钩子了啊 没有道具了 直接起一个波动 然后再起一个波动 四十四 直接一个镜子拿下啊 这一关的话 因为马哥前面兔木庄清兵特别多 再加上打掉了蜘蛛女 所以说结算分支还是马哥最多 然后就来到了我彭哥啊 看彭哥的呀 彭哥这里的话直接雪沙 然后起波动 龙女起波动 老沙就还是他俩互接波动啊 马哥看兵 龙女 哎 龙女没有能量了 老沙直接接俩 哎 老沙接俩波动伤害就来了 然后龙女一个波动直接带走了 这个能量越往后啊 他就越不好卡 因为他这个能量的掉落速度是越靠后 他就掉落的越快 这里来到了白象王啊 象哥 镜子镜子再镜子啊 然后波动直接打下去 这边下来应该是先给无影刀 哎 无影刀 完事之后老沙存能量 因为老沙是负责打输出的啊 剩下的就交给别人了啊 直接起一个波动 完事之后去捡镜子 龙女雪沙一手 老沙再起波动 然后龙女起一个波动 给老沙存能量 老沙再起波动 后边应该不能再接波动了吧 无影刀 镜子 因为这里时间是非常紧的啊 一定要把这个门给卡住 这个门如果你卡不住的话 你得等啊 你等门的时间要浪费很久 你看啊 这边打完之后龙马刚好进门 然后龙女再进 然后马上到老沙的门 这里不能慢 所以说是使用了道具啊 这个门一定要卡的刚刚好 然后这里来到了青狮 青狮这里的话 直接一个钉 把大树钉开 炸弹消失的时候 直接一个火扇子解冻出场画面 过去龙女跟老沙他俩先打 马哥在后边垫后啊 哎 你俩先打着 我把这个兵清了 然后我给你们引屏幕啊 然后一点一点往右跑 把屏幕给引过来 这样的话就掠过了小兵 直接打boss 过来之后 龙马捡了这个大剑 马哥捡这个大剑最后应该是收人头用的啊 啊 你俩先忙活着啊 你俩就使劲一顿在这里接波动就完了 214 龙马在这里看住兵啊 龙女跟老沙 龙女跟老沙子他俩为什么说双打速冬他俩最快呀 因为一是龙女他这个无影刀清兵他确实是最快的 再一个的话就是打boss的话确实也是老沙最快 哎 40 马哥走啊 所以说他俩接波动的话一定是每秒钟造成的伤害最高的 啊 这边来到了老鼠这一关啊 老鼠这一关上来先起一个火云刀 然后给一个火扇子啊 一个火云刀俩火扇子打进去啊 进去之后他这个能量不好卡呀 这一关啊 啊 龙女给了一个波动啊 火云刀加火扇子加龙女的一个波动先打进去 因为这一关啊 究竟然难度这一关的话 是一人接一个波动能量掉不了 一人接两波动能量不够 看一下他们怎么办 应该是老沙抓俩龙女接一个 火扇子完事之后沙哥哥起波动 雪沙打倒再起波动 然后龙女存满能量 然后龙女给一个波动让老沙去存能量 老沙能量存满老沙接波动 龙女这下不能接 龙女接完波动之后能量就不对称了啊 就对不上了 然后再给一个波动 然后龙女给波动让老沙去啊 老沙俩龙女一个啊 这也没办法啊 究竟然难度的话 你扔道具的话也没有波动打得快啊 因为你需要让boss尽量少倒地啊 倒地的次数少 他就省时间 因为每一次起身都要强化 你看每一次起身都要掏爪子啊 所以说能控制他一下就尽量控制他一下啊 然后走人 看我马哥的 看我马哥的 马哥 你一个雪山啊 啊 这边来到了女魔王啊 雷电就跟火扇子齐放啊 这样的话是解冻了画面可以动 然后老沙起波动 龙女无影刀把兵看一下 龙女再给波动啊 龙女给这个波动的时候该说不说啊 我马哥的反应是真的快 把兵给抱住了 要不然龙女的波动非常难装 然后就老沙龙女不相接波动不太好接 不太好接 因为牛魔王起身比较快 但是最后一关能量掉落速度又增加了啊 好像一人一个波动刚刚好那种感觉似的啊 然后一个火运刀38点伤害啊 直接带走 这牛魔王打得挺好 这牛魔王说实话打的是真挺好挺快 这边来到了火龙啊 打火龙去就扔道具呗 光光一顿扔道具 三打的话根本就不缺宝啊 最后关键是你打牛神你也用不到道具啊 打牛神的话老沙一个波动是68点伤害 龙女一个波动47点伤害 他俩接波动就行了啊 比扔道具打的快的多的多 因为俩人接波动是对牛神的一个完全控制啊 这边火龙直接道具带走 打火龙还是扔道具比较快的啊 这边来到了牛神 直接一个冰扇子开 然后老沙起波动 老沙起完波动之后龙女起波动 然后老沙再抓 老沙抓这个波动一定要慢抓 看着埋炮吗啊 就是这里的话啊 因为能量掉落的速度太快啊 到牛神这个场景 如果老沙波动抓的比较快 龙女他倒视不过来啊 龙你看啊 龙女波动抓完了之后 需要一个波动穿过去一个下壁掉头 然后再存能量 存把能量马上起波动啊 这样才能接上牛神 嗯 这个稍微慢一丢丢啊 它就倒视不过来啊 或者是说 嗯 老沙这个波动快起一点 这这龙女就蒙了啊 龙女就蒙了 这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呃 伤害溢出挺多了 还有113点血 113点血 其实伤害已经溢出了将近半管了 这里给一把大剑啊 大剑这些宝物的呃 伤害 还有合体的伤害 流血速度是比波动抓起来 流血速度要快的 最后一个钉 一个迷魂咒啊 直接给牛神带走 好啦 这边就打完了啊 三个玩家配合的也很默契 也很帅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 朋友们 拜拜 拜拜